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篇反应的就是掠夺川汉铁路主权和亲王朝腐败统治的保禄运动 孙中山先生说 若没有四川保禄同志会的起义 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 或者还要推迟一年半载 本篇反映的就是这次悲壮斗争的一个侧面 大死球 救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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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你是什么人 哪个山头的 我是陈京城的男友 也是同盟会的 那陈大哥呢 不知道 走 抢班房 大哥 咱们上当了 陈大哥 被咱们 去吧 大哥 大哥 三妹 景城兄 我来迟了 他们杀你一个 我要杀他一千 不报此仇 我罗选青 归留人士 敌人 跑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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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今天我们川南几个县的舵野 我们的同志会会长都到齐了 有几位会长大家可能还面生 这位是魏民三卫大爷 南西河的一位好马头 小马头 豪杰遇难奔良山 英雄遇难投水破 今天百罗会长为当家大爷 并见正堂三爷 管事五爷 六哥七弟 还有九老妖 天下弟兄一家 四方好汉同事 山不转路转 船不行水流 大家光临闭马头 如有不周 请诸位多多包涵 好 这位是 兄弟 这是我姓李 草子青龙 过去是跑浑水摊的 我的兄弟伙 刀枪飞走都来 愿与诸兄共聚 保禄一齐云下 帮罗大哥高抬龙袖 亮个膀子 龙凤齐 日月齐 花花齐 给兄弟打个好自习 好 各位 这位是我的接拜弟兄 吴文波吴大爷 他是军联县李字堂的主管大爷 我等脚踩云贵川三省交界地 四处山峭水险 是清廷重兵把守之地 我们投门罗大哥 愿为四川保禄出力 示威中华大爷献身 恭喜 高兴高兆 谢了 李大爷 您来了 妖门来了 九爷 里边请 好 九爷 上方下来了几个蜻蜓的官兵 走 好 请问这位爷爷有何功干 看看 今天是我们罗大哥为老太太八十寿臣作寿 里边人多 挤了点 那好 弟兄们正好来凑个热闹 喝他两重 走 怎么 不让进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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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老太太华堂受担 来者时刻 请到前庭品茶 走 请 跪可临门捧毕圣辉 上茶 请 三妹 盯着他们 好生伺候 不让他们靠近密室 好 各位 今天我请弟兄们来看一样东西 李婷 拿出来 来 各位 这是成都发出的水电报 昨天才从河里打捞起来的 成都发生了血案 赵尔峰 抓我手里 杀我同胞 保禄总会让我们自保自救 我看你 话 朝廷昧了天亮 竟把川汗铁路的主权卖给了养老子 7月15日 赵尔峰抓了我们保禄总会的首领 成都的百姓个个欺诈了废 上万的人顶着光细皇帝的牌位往衙门里冲 不顾死活喊放人 狗娘样的赵尔峰竟下令开枪 当成就打死了成百上千的人 还关了城门 挨家挨户搜查我保禄会弟兄 还要斩草出根 官兵民反 我们跟他干 对 跟他搞 顶着皇帝的牌位 他们也敢开枪 他们什么坏事干不出来 是 出位 请肃紧 肃紧 现在上川南下川东 内十六州外十六府 各厢各县都秘密组织起了同志军 要夺回鲁权 跟赵尔峰干 今天罗会长请大家来就是要跟诸位共商此事 对 商量一下 先把队伍扯起来 罗大哥 你说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我们想要跟着你 我们想要跟着你 一群青面 玉婷 你去看看 好 吴燕 什么事 来了一群青面 想法缠着他们 劝去够捐费 请坐 今天就是四区 这不是唱着郑成功的红门吗 怎么 还想反清复明吗 唱戏 唱戏 逢场作戏 何必认真 你这是蛊惑人心 该当何罪 怎么回事 我不是让他们成马房放轨的吗 怎么又加了一处 周爷爷 请那边走 是 还站着干嘛 把狮子头叫来 那边 请 什么事 五爷 您叫我呢 狮子头 你是班主 不敢 臭唱戏的 你怕得跟我们走一趟 周爷 班子是我们请的 戏是老太太点的 您就请高抬跪手 老子要的是人不是钱 那您就请吧 来 总爷吃着观想 今儿不带个人回去怕交不了差 也得问问我狮子头的拳脚搭不答应 怎么 你想请我吃红烧狮子头吧 我正缠着呢 打下来了 好吃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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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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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好 你怎么回事 赵云 赵云 那边请 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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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才要八匹马 来 来 多谢 各位弟兄 来 我敬大家一杯 请大家干了他 好 好 罗大哥 罗大哥 我要给你带来十个弟兄 都是我们山上的石匠梅瓦 你看 走 看看去 好 好 好 你叫什么名 库啊 苦啊 为什么投同志会 跟着罗大爷 以后就不苦了 说得好 好 都留在我身边 都傻了 还不赶快谢礼 穿载千金掌舵一人 咱一条汉子一条枪全交给罗大爷了 交给罗大爷了 起来 入席吧 喝他今晚 好 走 请坐 大家都请坐了 好 好 你看罗二太太 老公来了 多有夫妻 罗会长在哪 大善人 齿态 罗大爷 尔顺 找我有事吗 罗大爷 别这样 快起来 你怎么了 罗大爷 我尘尔顺住了半辈子的地 没缺过德 可李承华他 他怎么了 我女人上山去砍柴 碰见那狗官打猎 给糟蹋了 我上门找他们平礼 可他们还毒打我一顿 罗大爷 罗大爷 我 我喧不下这口气 好 今晚我就派起个弟兄和你一道 去摸他狗日的叶罗斯替你报仇 我也去 我可是不敢下手 罗大爷 什么 你 入妻之仇 你堂堂骑持男子汉 能不报吗 我杀不来人 一个穷重地的 不敢动刀动枪 谁天生会杀人 还不都是让他们给逼出来的吗 大哥 王元璐来了 什么 他来干什么 带着人多吗 不走 就有几个跟班的 走 看看去 一婷 你留在这 好 走 跟我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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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赴台大人驾到 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哪里哪里 罗会长高堂大寿四乡同庆 我是专程赶来道贺的 不敢 不敢 草民百姓作声 怎敢惊动赴台大人 罗会长 怕是信不过汪某一片智诚 佛台大人 请 好 毕人虽溃领俸禄 但一向同情保禄运动 罗会长办保禄同志会 造福丧姿 威震传南 四方敬仰 也算避县的闲财 老太太教字有方 我这直线也光彩 高堂大寿 李莹寿云露一鹤 不敢当 妈 直线大人 老太太 鸿夫七天 寿比南山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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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的 江湖上搭桥的 你们是罗会长的弟兄吗 下来 我有要事要面见罗会长 下来 险些误会了 大谈说官府有重要公文送往旭府 没想到是自己的兄弟 罗大爷 严谨县 刘大爷 有火炭鸡猫信 要我亲自交给你 总会派出唐先生赴川南协助保禄 经云南绕道而来 不信中途被捕 死欲押往旭府 他是敬成兄的结拜弟兄 经理领地 礼当大舅 大哥 我去大舅 你去 唐先生是我哥的结拜兄弟 我能不去吗 好 三位聚中 小豪老姚 左右 好 住九 你电后 玉婷 安排一下 今晚上路 好 走 走吧 走 走 走 大哥 咱们在这儿等等 等 在这等死 李团总不是要派人马来接应咱们吗 再往里走 万一撞上 撞上 汤又不测 老子一刀先抹了它 少长 你们是什么人 老子滚出来 出来 出来 娘们 小娘子 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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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草虫干什么 没干什么 没干什么 小娘子 回娘家 回到半路就 这滋味不错 让我们也看看吧 脱呀 脱了 几位军爷 你们就脱了 让军爷薄薄眼福 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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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胡闹 你 handle 何故 一! 脱呀 脱呀 呀 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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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 走 人 人 我们带走了 要是有种的话 拿五百两银子到横砍坡里人 弟兄们 走 他们到底哪个瘫头的 我看是罗宣卿的人 禀报李大人 什么事 再押犯唐兵衔 再横砍坡被女匪手抢走 什么 重犯被劫 唐先生 都起来了 快趁热 喝了这碗草药汤 大嫂 太麻烦您了 什么话 唐先生一路受罪 调养一下是应当的 快请坐 唐先生 罗会长 别起来 来 先喝药 坐下喝 喝 喝喝 承蒙罗会长搭救为难 又得大嫂精心照料 士兵嫌化险为夷 罗会长夫妇行侠仗义 果然是名不虚传 坐下 唐先生 玄青闯荡江湖 讲求一个义字 你瞧得起我这样的山野粗人 竟不远千里而来 途中险遭不测 我们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也得把你救出来 玄青所做的一切 你万不可再提 唐先生是革命党 新派人物 今后我们仰仗您的地方还多着呢 只要罗会长不嫌弃 兵嫌义无反顾 一定效力 太好了 太好了 请坐 坐 那怎么就 玄青 唐先生一路吃苦受罪 有话往后慢慢说 三妹 三妹 大哥 小姐 感谢你冒险搭救兵险 请教方明 我认识你 好想是在哪见过 他是靖城兄的三妹 陈大哥遇难后 他就是我罗选亲的义妹了 你就是靖城的三妹 陈靖城是我们同盟会在四川的英雄 这可真是兄制魅诚 前赴后继 我认识你 唐先生 你过奖了 别这样称呼 我与靖城兄乃生死之交 你就叫我兵贤哥吧 对 两年前 靖城兄就是来协同我的 不幸牺牲 今天你又来了 唐先生 你猜我怎么想的 不揣冒昧的说 这一回一定要打他个人羊马翻 昨晚我托梦了 我梦见青龙祈祷了 成千上万的百姓对着我喊 罗选亲 我们已经等了三百年了 那皇帝该倒了 那皇帝该倒了 我们在全川各地把保禄同志会建立起来 为的是夺回川汉铁路的陆泉 可是陆泉就是夺回来了 又怎么样 清廷还是压着我们的清廷 皇帝还是骑在我们头上的皇帝 那清王朝是个卖国的王朝 他们卖江山 卖主权 卖陆泉 他们是大官大卖 小官小卖 无措不卖 所以要干就得起来推翻清廷 把我们任人宰割的摇摇欲坠的中国 建成一个没有皇帝的 富强康乐的民主共和国 痛快 唐先生所言极是 弟兄们说呢 对 玉婷 烧香点烛 是 说的对 提着脑袋 给朝廷干 此事不干 更待何时 请 唐先生 天下兄弟一家 四方好汉同事 自古英雄豪杰 欲成大业者 因是肝胆相照 同心协力 必败把结成兄弟之盟 方能逢兄化吉 欲难成降 莫会长 这 今代黄造极致 愿唐先生与罗大哥 结败兄弟 是肝胆相对 罗会长 你就这么放心 当然 我罗选青从来说一不二 万一我是蜻蜓指派的奸细 来释苦肉计呢 我罗选青闯荡江湖几十年 不管是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河里游的 从来隐瞒不过我罗选青的眼睛 银鼓接拜 上鸡血酒 大哥 吉日结拜 晚岁酒洒 恐非吉兆 是否宅日 吉凶祸福 仰仗神灵 丁礼三拜 再谱一逛 进行 本来是 快捕 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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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花 对 老汇长 依我看 还是别太相信这一套 不 你不懂 他们那一套 我懂 事关重大 还是把军连拱献续勇三线的知识请来 一起商议吧 真不吉利 姓唐的 怕是白虎兴 看来 他跟罗大哥没缘分 这好人和咱们山野人尿不到一块 不如趁早送客 对 闭嘴 唐先生是革命的 不截备也算兄弟 大人 心烦喝酒 可伤身子 没想到 就让一个女匪手给劫走了 我的大人 别喝了 我给你弹只曲子 挤挤闷儿吧 新花 过来 嗯 嗯 这儿的景色果然独具风韵 真可谓山雄水旗 人节地灵 这样大的山里恐怕野兽不少 山鸡 我们这里不光有野鸡 还有兔子 山羊 野猪和柴狗 有时候还能碰见豹子和老虎 老虎 唐先生 你怕那些吃人的老虎吗 那玩意儿 要是突然碰上 是有些讨厌 要是碰见我们 他就没命了 你们这的人是有些特别 什么特别 是不是有点山气 不 是不是有点野气 你们这的人都有那么一股豪气 利气 你们这些革命党就是那个浩然之气了 唐先生 到了 那就是龙洞 有点野气 还有一个女的 什么人 不是 天天抓人 芳洞 有点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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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先生 没想到你这个文人还有找红炉的本领 罗会长 我斗胆献策好吗 尽快说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学会了造一种炸雷 我们这的条件完全可以造 好啊 太好了 唐先生 说真的 我们不缺史乡弄棍的人 缺的是你满肚子的学问 也就是文韬武略 大哥 什么事 你看 念 要犯唐兵贤 自云南押送省城途中 途经横砍破 被与女匪手劫走 特悬赏机囊 贡赏机囊贩或女匪手者可赏银一千两 寻踪利报者赏银四百两 唐知情不报者与要犯同罪 没想到我陈三妹还只一千两银子 真成了贵人了 李承华这个狗杂种 我也给他来个告示 就说谁要取了李承华的首级 我罗选青赏碎银三钱 大哥 那个陈二顺又来求见 请你替他报仇 还说大哥你亲口答应过他 对 有这事 李承华恶贯满盈 这筹非报不可 小豪 我看你就去吧 我 他捡了长而顺的眉毛 你就去捡了他的眉毛 好 我去 大哥 俗话说无毒不丈夫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 咱们也给他来个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 对 这也叫以牙还牙 剪眉毛 什么剪眉毛 是 真是胆大包天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劫我朝廷重犯 是 现已事隔三日 人无线索 据我所闻 横坎坡一案 与罗选亲手下人有关 证据何在 好 不是叫 叫 我捅了你 既然如此 常言兵贵神速 那就抢先下手 黄大人 你看 好 听诸位的口气 好像我跟罗选卿共谋不轨 请不要忘记 十几年来罗选卿在川南发展的势力和影响 但凭封文二字 你让我把它怎么办 封文 云翁 倘若乱党唐兵贤与罗选亲勾结起来 那川南的局势就苏堪忧虑了 通灵大人 你有多少人马 我 省城赵大人又能给你调来多少巡方军 你怎么办 就凭我现有的兵力就能指导罗选卿的老沃 姓姑娘 对不起了 我是奉命来报仇的 你别走 你是谁 我 罗大爷手下的谣言 骆小豪 你以后还来看我吗 怎么说 咱们有缘分 好 跟我一起 来 这是罗大爷 让我去卖千伙的 给 这种武器 太棒了 大哥 不好了 李承华带着人马上山来了 你一点只有吉里漏了 威逼道秀出什么了 听说是专为唐先生而来 带着人多吗 不少 发行道通知各山头火速行动 来不及了 拜会结盟 心灾美景 切记暴露 对 如果我们惊动省府赵二峰 那就会大病压境 将是川南保禄起义前途莫测 那就会因小失大一务全局的 对 快 跟上 李团总 你杀气腾腾动刀动枪 来到韩社有何贵干 你自己做的事自己明白 老百姓捧着血汗前修川汉铁路 朝廷要收归国有 卖给洋人 大伙想不通 办起了保禄同志会 保禄同志会不是土匪 不是强盗 是真路权 爱乡邦清清白白 尚可以通天 下可以通地的大团体 就明白这个 你办保禄同志会就办保禄同志会 拦截朝廷要放干什么 罪名不小 常言说捉贼拿脏 李大人 你无脏无证 凭什么心事问罪 要证据吗 那个大力不道的乱党就屋藏在你家里 李团总 你是梦见的吧 笑 我今天要叫你哭 走 上 上 罗选清 你再敢抗拒搜捕 我可要开枪了 罗选清 你的为人本县心里有数 为了避免流血 所以就请李大人知心公务吧 好 看在老副台的面上 弟兄们 让路 快 停着 都给我停下 谁他妈的乱动 我就捅了你们团总 快停下 别他妈的搜了 别做我 我的团总大人 你率众闯入民宅 持强凌弱 开枪杀人 是他妈算哪家的王法 罗选清 看在本县的面上 你千万不可造次 团总大人 你给我下令退兵 从哪来回哪去 我就放你生还 怎么样 好说 成翁 成翁 事到如今 请开尊口 下令退兵吧 李大人 我可是说得出做得到的 成翁 别固执了 退兵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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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大人眼里 我快成你的同党了 可在你的眼里 我又是朝廷的恶利 多蒙老富台从中斡旋 退兵回营 选清 感激不尽 哪里 罗徽达 请留步 好 老富台 请 好 唐先生 我能跟你去参加革命党吗 怎么 我不够格 你够 完全高 真的 怎么了 这是不准许的 为什么 自古以来我们山门就是这个规矩 规矩 三妹 罗会长带着大家反清保路 就是要反对封建 提倡男女平等 唐先生 你别往下说了 我知道你是好人 可我 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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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还手啊 请啊 抢啊 好 好 你小子 你说呀 打个说说 我跟你们说 你说呀 我说呀 你小子干得不错 面目不减 好 有种 解恨 我说 给李承华那老小子戴上绿帽子了 这什么 我说 这帮狗官爱彩礼 咱们干脆做顶绿帽子 给李承华送你怎么样 好 这顶你戴上 是你妈的 我戴不合适 还是你他妈戴吧 大哥来了 你们在乐什么 我们正在说大哥治李承华的野招 大哥 我 你这可是千金难买的野招 是吗 可有人说 这土玩意儿登不了大雅之堂了 我们大家伙都服了 大哥 大哥 我怎么觉得唐先生的话也有一定道理 怎么讲 开头我们要硬拼的时候 大哥叫我们忍着点 别鲁莽 可后来你突然纵身上马 万一他手下的哪个家伙朝你放一冷枪 那后果可真可怕 大哥的野招也真够叫人担心的 三位 我看你是相中唐先生了吧 大哥 你醉了 不 是你醉了 我是酒醉心明白 记住 说到哪儿 也别忘了山门的规矩 不放心 三妹 三妹 过来 好 禅大人 进来 当差的送来一份礼物 请过目 好 去吧 是什么礼物 是什么礼物 再来 大人 你怎么了 你怎么看着我 你怎么这样 看着我 我是得好好看着你 起义之后 我还想拉王云露做内营 拉他做内营 罗会长 王云露主张君主立宪是非常危险的 像他这样的官场老手 王云露主张君主 万万不可唯一重任 江湖上这一套 你们革命党就不懂得了 我在江湖上泡了多年 最了解这种人 罗会长 向省都的承报已经连夜发出 如果赵大人调五千巡方军来 再加上我们现有的兵力 把大进南六县的全部操控 七天后 我要亲自把罗选青钉死在门板上示众 七天以后 我们得抢先 在省里援兵到了之前 拜会结盟举其起义 大哥 结盟日期定在哪天 三天以后行吗 八月十八 就等大哥一句话 好 就定在三天以后 八月十八 小航 你负责京城偷运枪支 再买他二三十条快枪 玉婷 大哥 你派人连夜通知各马头的弟兄 如期到达不得有误 好 吃花 好 我不能让你们这样痛快死去 给我穿上 走 老子大爷落到你手里认了 你想打听罗大哥的事 没门 我要一刀一刀的胡刮死你 老子连眼皮都不扎一下 这一百多金就好 全交给你了 我今天不杀你 也不刮你 我把你和姓花五花大榜送给你们当家大爷 罗选亲 把你和姓兵处置 还有这换枪支的玉石和钱 怎么样 按你们的山门法规 要三刀六眼 当众活刮死你 是 就 treaty了 那就是 你看你 那是 董 decor 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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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今天拜会结盟 举其反清 按照江湖上的习惯 请不吝点赞 诸位弟兄 各县各村的会友们 仁义礼制寺堂的歌老们 仲田做工的乡亲们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今天 我们南六县各码头 在这里拜会结盟 建立保禄同志军 成盟各为厚爱 推我为首领 不过 选亲我才输学浅 孔南担持重任 华大哥 听罗大哥 听到你读歌 听到你读歌 大陆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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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请敬一敬 大家别吵 将军们 弟兄们 我罗权青跟大家差不多 不过从前仅陈大哥开导 现在仅唐先生点拨 才懂得了整路传必反清廷 请敬一敬 反清廷必举一事的道理 今晚城头竖起共举大事 我罗权青 把脑袋献给了谭神菩萨 如负众望 钉死于乱刀之下 这敢唱 求公正 这面镜 验德性 这把尺 两规矩 这盏灯 照前程 这龙凤棍用来打拼天象 这西新界用来惩罚叛徒 从今以后 同心协力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对 现在 我们请同盟会唐斌贤先生 给大家驯望 走 弟兄们 我唐斌检 久仰罗会长和诸位的大名 亲见义军崛起 是一种感奋量身的 今后 以七尺之躯 追随罗会长 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驱逐达鲁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 与诸位生死奋斗 生死奋斗 生死奋斗 弟兄们 弟兄们 我们按照江湖上的传统 供饮一碗鸡血酒 从今以后 生死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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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婷 你赶快派人到山下各哨口去看看 罗大哥 官兵偷袭 他们抢占了几处哨口 像我们包抄 像是李成华的团防军 骆小豪呢 为什么不开枪报警 让人家给摸了叶罗斯了 来了多少人 天太黑 看不清楚 算日子 省城的巡防军还来不了 李成华虽兵力有限 但武器精良训练有素 不能硬拼的 对 而且他在暗处 我在民处 此乃兵家大计 走 走 老子都是摸叶罗斯起家的 他还来摸我的叶罗斯 李成龙 你断后 把他给叶罗斯 我要变他在民处 我在暗处 弟兄们 分头行动 走 走 快 走 走 走 快 他妈的 谁点到我 李团总 你到这荒山野岭是来捡草鞋的吧 我小青 你巨孝山林图谋不轨 老子今天要叫你哭 上 走 今天晚上就可以攻城 我去吧 大哥我也去 还是让我去吧 罗会长 程尔顺 你也敢起来造反 他们敢 我也敢 人多为王 好 跟着我罗选亲打江山 你这个黄泥瓦脚杆 打进县衙门 也坐坐太师椅去 大哥 我们走了 走 走了 走 这班狗杂人睡着了 冲进去 大哥 你在这指挥 让他们先上 上 跟我来 走 坐下 看上 看上 打 快 唐先生 唐先生 很有袁 不用叛徒 九爷 你用叛徒 九爷 九爷 唐先生 大哥 他们早有埋伏 朱九他为了掩护我 牺牲了 什么 大哥 我们内部有奸细 冰险 走 真没想到 承翁 这就叫朝不保夕 等退到旭府城 老子再报此仇 恐怕旭府城也若不经风 大人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你想离开我了吧 看大人说的 大人 请喝茶 大人 大人 累了吧 大人 听说旭府局是不稳 大人 大人 你可千万千万别扔了我 我怎么舍得你呢 真的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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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走 来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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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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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 bab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亮 会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 Court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íssim镜与点栏目 关 Sha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现在宣布独立 我川南同志军占领了旭府高地 翠平山 跟他老大孙 跟他老大孙 现在赵尔峰里的龟儿子 你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都拦保了 他哪儿来的军队去增援旭府 现在叙谱是一座故城 我们要一鼓作气 拿下叙谱直取成东 拿下叙谱直取成东 什么 一和 自古交战 一和结果各不相同 请温州二大人审时度势 通力合作 先生 我们这是队伍 也该有自己的旗号 大伙说 打什么旗号 对 我们也应该尝尝当王爷的滋味 高大哥 我看咱们就打个罗子棋 怎么样 唐先生 我看就先打罗子棋 你说呢 对 打罗子棋 一呼百应 罗大哥 这是王云露派人送来的 雨婷 来 你拆吧 大哥 他们欢迎你进城 王云露和文州二位大人 愿在大哥的统领之下 欢迎我 愿在我的统领之下 对 这是濒临丞相 不攻自破 实实物 这是不是太突然了 你又多虑了 这事早在我的预料之中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YK 大爷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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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大帅 请上座 请 这虎皮帅姨 该我做 该 帝兄们坐 今天在这里为罗大帅接风意义非凡 我早说过 您是民间豪杰 一向造谱丧姿 必成大业 我等眼看倾听江山如此腐败 早已身在曹英心在汉 今天决心倒戈 愿为罗大帅效犬马之劳 为表忠诚 云露有意见面礼相赠 来啊 王云露 我大清帝国却饶不了你 罗帅亲 李成华 你欠了我们多少血债 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了 来啊 就像那丁死陈大哥那样 把那丁门神吃中 让我来 我真想一刀一刀的 我挂了你 走 小豪 上次你托我买的那批枪 怎么 王大人在暗中帮我们买枪 是啊 二顺 你过来 王大人 你给我这位兄弟敬杯茶 怎么样 胆不从命 二帅 王大人亲自给你浸茶了 还记得我说的话吗 另有一事禀告大帅 请讲 现在我们已经归顺 周统领为你攻下续服立下汉马功劳 您看他的那点兵马是否仍然由他调遣 也是您兵马的一部分 不能答应 大哥 所有的清军都要派我们的弟兄去捅下 大帅 罗大帅 为阵四方 何惧这点兵马 云露愿意个人担保 你担保 你算什么 冰賢 王大人成心归顺 我看就答应了 大哥 既归顺 并把礼当交出 恐日后生物 王大人和我是支交了 你一切都好商量 支交 大哥 这种人不可轻信 唐先生 是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 你们快看 吊死了 我忙碌了一生 糊涂了一世 云露年老体衰 还是告老欢乡 结贾归田 王知事 我看你还可以帮我李李正 我们共同去攻打成都省 大功告成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不 云露趣意已定 再说 我的家小也不允许我终日辗转 看在多年的情意上 万万大帅恩准 你也好 那我不免为其难 几时动身 船已备好 今晚启程 这么急 那好 我去送送你 大帅 大帅待我恩重入山 云露永世难忘 请 请 请 大帅暖心热肠 亲临江边为我送行 云露感激莫名 几十年来我送人也从未送上过甲板 好 我就来破这个力吧 感谢大帅 当心 走 走好走 大哥 请 请 开船 伍爷 你看船开了 小猴 大哥 大哥 王大人 带下去 王大人 带下去 大哥 王云露 你竟敢用韬毁之计暗算本帅 王大人 山外青山 楼外楼 枪中更有 枪中手 混蛋 你们这帮捣鬼有数 背信弃义的汉奸 不 不 不 我们也是要反清廷的 这叫大势所趋 与其让江山落在你们这帮草寇手里 所以不如我们自己起来革命 漂亮的旗号 乱民们能打 老爷们更能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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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高兴 大家都高兴 这场革命 就是为了剪掉这根片子 给 快点 慢点 慢点 这就这吧 慢点 水 兄弟 水 你们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我一路蓄谋已久 早有准备 再这样乱打乱杀 只能死伤更多的弟兄 打散我们的队伍 给死的洛小猴 难道罗大可救不救了吗 当然要救 可要有计划 我们只能有计划的围攻序服 只有那样才能救出罗大哥 现在军中无头 死的死 散的散 怎么办 何武哥 唐先生 你们就理这大伙干吧 难道我们欣欣故国组织的同志军就这么狂 命的 走 咱们去烧房子 抢监狱 去杀王云露 弟兄们 走 不能撸马 走 少有不慎 都能危及罗大哥生命安全的 你 你这个白虎星 一进山门 咱就横祸不断 你还有两天罗大哥 李青龙 不准放肆 吴燕 王云露 送信来了 什么 用唐先生换回罗大帅 本知父与罗大帅是多年至交 无冤无仇 唐有识言 天诛地灭 你们这样盯着唐先生干什么 这是官府设下的圈套 你们 唐先生 罗大帅的安危全泄于你身了 是啊 鸟无头不飞 我们不能没有罗大帅 唐先生 你不是愿为罗大帅小拳马之劳吗 大哥已经误中了他们的圈套 难道还要把唐先生也 我去 什么 不 不 你不能去 不 你们和我哥 三妹 不能感情有事 帮友帮归 三妹 为了我们罗大哥 我求你了 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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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随先生革命以来 不敢不烧尽责任 但便嫌财薄理弱 为奸大小 尽等义武之血 唤其民众觉醒 三妹 死而无憾 众位兄弟 多多努力 多多努力 冰蝎哥 冰蝎哥 一分之后 一分之后 第二次 惹不得了 方 Multip 你怎么弄我 冰衔 大哥 唐先生 罗大哥 冰衔 罗大哥 你怎么弄我 让我来换你 什么 你糊涂 跟这帮政客有什么忠孝兮可言 冰衔 你是革命党 是有学识的人 你还识不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吗 我是看到的 可你的弟兄 你的亲戚 什么 你怎么弄我 见着他妈的一群草莽 可惜 我堂堂烦清大业就毁于我 可我中华大业总会有人为之前伏好计的 我坚信这一点 我看明天就拉出去斩首示众 周统领 万万实不得 对这样的人物只能黑半 这叫做起于草莽灭于草莽 我敢断言 今后不会有人进入这帮草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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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